卖什么呢?哦,原来是香蕉糕 这边有个游客船 哈喽,大家好,我是CB才 今天呢,我来到了曼谷一个叫做 Watsapan Floating Market 也就是曼谷的水上市场 这个水上市场呢,是属于比较当地人来的水上市场 Watsapan Floating Market 就是现在我所在的水上市场了 这个水上市场呢,是属于比较当地人来的一个水上市场 走进来就看到有人卖吃的小吃 就是母病,就是这种猪肉串 然后里面呢,就看到有人卖衣服啊 这种大象裤子 一百泰珠 可以闻到浓浓的香味啊 因为这边还有一个庙 一座庙 就有不少三男新女 来拜神 诶,这边看到有人卖彩票 就在这一间庙前面有人卖彩票 走进去看看这间庙一下 哇,有好多座佛 好多座佛像 这边有一座很大座的佛像 有人在拜神 然后这一边还坐着很多座佛 这些佛呢,都是 坐着的 现在就继续在这个水上市场逛逛 看有什么东西吃 这边有卖 公奥温森,40泰珠 然后有甘蔗水 哦,它的河就在后面而已 然后这边也当卖水果的 有卖果条 哦,水上市场就是 讲的就是这一条河吧 这边有一条河 它的水上市场就在这边 这个算是一个非常 道地啦 非常当地人来的一个水上市场 目前还没有什么游客啦 有看到一些游客啦 有看到一些游客啦 不过不多 并不多游客 这边再走出来看看 啊,有送担 改样那些 啊,这边有一条河 应该可以搭船啦 这边 哦,这边有观光的船 这边有写啊 现在所在的地方 WATSAPAN RACHA FLOATING MARKET 拉叉棚路沙盘市 水上市场 就是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啦 哦,还有一些观光的船啦 非常悠哉悠哉的 非常悠哉悠哉的 坐在船上面来观光 前面还有一艘刚刚要出发的游客船 这边有一个游客船 刚刚要出发 诶,这边有一档椰子的冰淇淋 哇,这个非常难得一见 而且还是在船上卖的 一遍 还有一些 曾经做过 刚刚跟这位船上的大姐买了一个这个椰子的冰淇淋 现在我就要坐在这边的树下 享用这个二十泰族的冰淇淋啦 这边有一档 啊 就是船的果条 这边对面看到有卖派台 然后有卖这个蚝尖 看农邦园 应该就是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了哦 就加一份 皮卡 มี 派台 มั้ย 啊 ไม่ใช่派台 海ทอด 海ทอด ค่ะ เอาว่า ชุดหนึ่งค่ะ 塞 จาน 塞 ตลม 塞 จาน ค่ะ OK ค่ะ OK ค่ะ 嗯 现在就坐在这一条河旁边 点了一个高老母 就是猪肉汤 然后还有一个豪肩 就是坐在一个这样子的地方 用養残 在这个水上市场这边 发现一间当地人的家 可以看到他的家 就是一间非常简单的家 然后有停一艘船在这边 因为他的家就靠近这一条河 所以他要出入呢 并不是用车 就是用这一种船 从这一条河这样慢慢的出城 非常特别的一种交通方式 刚刚在这个水上市场吃饱了 就走这一条桥 走来看看一下这个水上市场当地人 就是附近的当地人 是怎么样过生活的 然后他们住的房子 到底都长什么样子 现在就要走过这一条桥 过去对面看看一下当地人的房子 这一间就是真正水上人家的家 就是他的房子是建在这一条河上面的 你可以看到他所有的东西 都是在水上面的 包括他的厨房啊 他的房间啊都是 前面就有一位大省 应该是走着回他的家吧 这一间房子真的是非常经典 现在就在这个所谓的母班 也就是小区走走吧 这边有门牌的哦 95号 就是说这一间房子是有人居住的 门牌95号 然后这一边也有一间房子 这种应该就属于水上人家的家吧 就是他的房子这边走出来 有一艘船 两艘船这样子 现在就要走进去这个市集里面看看 里面好像有卖不少吃的东西 现在走进去看看有卖什么吃的 这个是什么呢 我也看不出是什么 然后这边有卖饭 有卖糕点 有卖肉粽耶 40泰铢 然后还有芒果糯米饭 100泰铢一份 哇这个芒果非常漂亮 像黄黄黄黄黄黄这样子 这边还有卖很多泰国当地的食物 可以嗅到辣辣的味道 然后这一边 然后这一边 这一边是卖咖啡 茶跟咖啡 有茶有咖啡 然后呢 这边好像有烤鱿鱼 哇这个好久都没有看到了这种 古早味 传统烤鱿鱿鱼 圆圆看我很好奇 这个是什么 原来是玉米 就正在这个水里面 这边有当卖菜的 走过来这一边 这一边也是有卖一些泰国 当地的小食 诶 这边看到一位大神在船上卖东西 卖什么呢 哦原来是香蕉糕 然后他还用这个斑蛋叶子 也就是香草 在这边煮香草的水 然后还有 哇 非常香非常香 而且这个 景色啊 漂亮的好像一幅画 这样子 这一边 我看一下下一档这边卖什么呢 这边就是卖 东北香肠 四十泰鱼 四十泰鱼 然后这边有卖一些些饮料 这边又有一位大姐卖什么呢 也是在船上卖的 哦 哦就是 泰台 就是泰国的炒果条 这边又有一档 卖糕点 卖糕点的 就是这种泰国的传统糕点 这一边又有一艘船 这一艘船卖 好像是卖吃的 就是卖饭吧 哇 这个地方真的是 可以说非常血液啦 这个地方 而且有很多好吃的东西都非常便宜而已 价格都是非常道地的价格 就四十泰鱼啊 四十五泰鱼啊 五十泰鱼 六十泰鱼 非常佛心的价钱 非常佛心的价钱